高雄正面临水情吃井的窘境 从减压供水到减量供水 政府不断以开凿抗旱水井来因应 但由于台积电正在男子产业园区内建厂 营运之后需要大量用水 市议员黄柏林担忧 高雄将无法因应台积电的用水需求 未来这个气候变迁有可能 就是有时火的很多就是没路 所以这个以后会面临一个问题 那等一下这个水井的部分 等一下我看很多石子 之后等一下会来救救你们 市府水利局表示 在九旱布宇和高平溪川流量 不断下降的情况下 高雄除了停止送水给台南之外 目前是以早景取水 和新建再生水场的方式来因应 另外台积电也承诺 未来会百分之百使用再生水 115公斤3万吨 那接下来1617 至于用电方面台电计划在大林发电厂增设和更新 两组发电机组来应应台积电设在高雄的用电量 但学者担心天然气三阶未完成之前 全台的电力被载容量会下降 在南电北宋的情况下 高雄得持续承受大量发电带来的污染 主要发电的这个loading都落在高雄市 然后这个还没结束 高雄各位 高雄现在有16部发电机组 如果去年的大零5号机 本来我以为它要除意 可是台电最近做了一个决定 把它转成那个紧急对用机组 如果把大零5号机算进去 一个高雄市就有17部的发电机组 那所以这个大零的这个新的7号机跟8号机 如果台积未来一二级都顺利完工的话 那7号机跟8号机也就非干不可 预期今年的12月 第一栋的建筑物就可以完成 就可以完成 然后顺利的话 我们希望明年113年就可以开始营运 然后厂商台积电的明年开始营运 跟我们园区的开发工程会同时完成 虽然台积电第一座28奶米厂明年初才会营运 第二座则尊重台积电因应市场变化来决定 但目前高雄的水电都存在问题和隐忧的情况下 如何让台积电完美落地 不排挤到民生用水和用电 还需要更多天时地利人和的紧密配合 记者黄冠维 来长帮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